欢迎KT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妖术的攻击模式 让你有更好的闪避时间 首先进入副本前 可以看左下角本周变异规则 例如本周寄生虫模式 BOSS血量降到一半以后 每20秒召唤三只虫出来 接下来介绍攻击模式 远距离攻击模式1 发射8颗追踪弹 依序出现8颗后 就会冲向玩家 如果不能闪避追踪弹 可以打破它 远距离攻击模式2 落雷攻击 在玩家头上降下5刀落雷 只要看到它出现抬头的姿势 就马上跑步移动或飞翔 比较常见放完追踪弹后 伴随着落雷攻击 我比较建议飞翔的方式逃离 远距离模式3 释放光束 它会有独特的七水一 躲在眼闭雾后面 可以抵挡攻击 没地方躲的话 往左或往右方向跑步移动 近距离攻击模式1 地震波 垂地面产生震波 玩家跳起来或走到高处即可 近距离的时候会出现防御包子 打破它有延迟时间才会启动 近距离攻击模式2 震地后弹射石头 石头只会直线飞行 闪避飞行路线即可 注意事项 第一轮时间到不代表它不会进行攻击 它会完成它原本排成的攻击模式 看到它转向后方 还是它停止的时候 以上是目前收集妖术攻击模式 希望有助于您判断 感谢您收看本次影片 如果觉得影片对您有帮助 欢迎在下方按赞开启小铃铛 入场后 先清除场上的四只精英怪 其中只有星辰集合体 跟会飞的门徒 会掉物物品 如果怕第一波的落雷闪不掉 在解决最后一只触手前 可以爬到入口上方的平台 攻击妖术后 等出现追中弹 看到最左边那一颗出现 就马上往右边飞翔 往外飞翔到入口 继续攻击等待下一波 接着飞翔到下方 接着飞翔到下方 应该按判断 哈哈哈哈 更不会闹受到下方 应该把杂力扁免 接着飞翔到下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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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